水里乡永新村在台大实验林的协助之下 社区居民携手开发当地旧村蝴蝶谷的所在 居民自己砍竹子 收集大小石头 完成竹制拱桥 以及环保的人工步道 优美的环境以及茂盛的树印遮凉条件 完全不输给西头的凉爽 永新社区发展协会特别请来川门老师 来蝴蝶屋进行手工步道教学 原来不是将石头放在步道边 水一排列成就算完成 居民在了解时候就马上动手做 有人捡石头 有人挖石头 大家分工合作 气氛相当团结 大家齐心为这个社区的付出 凝聚这个社区的共识 我非常的高兴 大家一起来做 大家都蛮有成就感 感觉到这个社区越来越好 越来越美丽 现在目前看到我们后面的部分 是我们一个蝴蝶生态教育平台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在去年已经完成了 部分的一个手做步道的部分 在这个区块有非常棒的一个蝴蝶生态 我们就就地取材 利用我们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教育平台 另外为了重视过去永新村民 前往水里市区 跨越左水溪必经的竹拱桥 市区居民也在台大使应领馆处的协助下 其新手做了一座竹拱桥 去年开始他们在做手做步道那今年除了做手做步道之外 还做了一个竹桥的搭建 那这个竹桥的搭建也是找他们当地就是八十几岁的那个李老先生 然后用他们祈祷的一个智慧 教导社区的志工一起来搭建完成 永新社区就称纽温路 在地居民非常团结 大家同心协力打造天然环境条件绝佳的蝴蝶屋 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如同西头一般 适可游客避暑又生态丰富的天然景点